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跟各位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今天三國志幻想大陸官方發布了最新消息 首先第一個重點就是CHMS大遠征主題活動 可以進入的資格是一道區戰區 也就是S1到S70 將會在5月1號的5點開放 那其他戰區會在CH3結束後的第2個禮拜的週四開啟 那本次CHMS大遠征主題活動會開啟遠征招募卡池 那這個卡池會保持常駐 那遠征卡池裡面的武將是包含CH1到CH2的 也就是趙雲、鄧愛、曹丕、忠惠、馬雲露跟花蛮 還有姜維、董白、魯素、鷹姬這10隻 那要注意的是這個池子只能用遠征招募券來抽取 並沒有辦法使用Pickup 也就是沒有開放PU池 那這種池子就是很雜 你會抽到非常非常多不一樣的角色 再來第二個重點就是SP雷霆趙雲終於要開放了 那開放時間一樣是5月1號的5點開始 然後戰區一樣是先在1到7戰區開放 然後重點是本次沒有開啟SP趙雲活動的戰區 可以在5月上限的清河集市活動中獲取SP趙雲 所以這點大家也是不用擔心的 那活動內容對不對 就是每天簽到就可以獲得雷霆趙雲 再來就是試煉教學會讓我們更快速的了解雷霆趙雲這隻武將 再來精彩劇情會讓我們可以了解雷霆趙雲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普通趙雲到底是怎麼成功變成 退變成雷霆趙雲的 我們要抽取雷霆趙雲的話 必須使用SP招募券才可以抽到雷霆趙雲 那同時裡面會有龍金跟龍靈 這些可以到SP武將商店兌換雷霆趙雲的碎片 還有其他珍貴道具 那第三個重點是龍魂墊系統 那開啟要求就是Buston之後 進入大遠征的伺服器啦 那這個東西就是讓SP武將實力提升到極致的東西而已 再來第四點是很多人想知道的情報 那就是幻武 專屬幻武 這一次總共開放了趙雲 鍾惠 鄧愛 蔡文基這四隻武將的幻武 那開啟條件一樣是1-7戰區 並不是所有的伺服器都有開放 那這四把幻武我會特別做成一部影片來講解 因為這四把幻武的能力都非常不錯 所以我們會再做一部影片詳細介紹 那第五個重點是 吳越的月雅吉他的豪華造型確定是張星成的銀月幻藍 那這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是非常漂亮一個造型 好那第六點就是主線劇情有新增的啦 到240張 那第七點的靈寵伏地會開放動弓和御風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更多的靈寵來提升能力值 所以是非常棒的一個更動 接下來第八點是應該蠻多人好奇 也期待的東西 就是諸葛果 王元吉跟姜瑋這三位武將 再組成插畫可以有動態效果了 那以上這些就是三國志幻想大陸釋出的最新情報 如果有問題的話都歡迎留言給我 那我是雞隊我們下次見 掰囉 那怎麼看都會兒呢 其實还有順子